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看出了问题 十六年的等待 终于看到了光复 稍后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警犬秀出的凶手 盛川求福的人名叫徐辉 今年55岁 因犯强奸杀人罪 16年前被法庭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可是在前不久 法庭认定原来的判决有问题 把他的案子翻了过来 原来16年前 于徐辉居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 一名女孩被人奸杀 抛尸在了这条水沟里 女孩名叫颜爱玲 十年19岁 这间旧厨房被警方认定为凶案的第一现场 通过警犬追踪 警方锁定徐辉有作案的嫌疑 被抓之后 徐辉承认了杀人 做了五次有罪的供述 徐辉曾供述说 因垂涎女孩的美貌 案发当晚 她见女孩一个人站在街边 色心大气 先是吃砖头 从背后把女孩砸婚 后将女孩拖入旧厨房 实施了强奸 强奸之后 女孩苏醒 喊救命 徐辉担心事情败露 用电线把女孩勒死 并且抛尸 如果是什么呢 她在后面就一拉着人 整个人都一软了 就是一跪下去 跪着石盖也要煮 人就贵 每一般都是罚我贵几个小时 后来徐辉翻案 否认杀人 她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 但警方否认刑逼供 并出示了另外的两份证据 警方曾经拿了徐辉的一双凉鞋 让警犬根据现场的气味进行识别 结果 警犬猎鹰忠诚 均对徐辉凉鞋的气味有明显反应 另外 警方在死者体内提取到了两个男人的经验 经过DNA鉴定 不能排除徐辉 周某某的可能 周某某是死者的男朋友 嫌疑早已被排除 检查机关和法院都反复进行了核查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公安机关 存在刑刑逼供 指控犹供这一类的问题 驻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采信了警方提供的证据 认定徐辉是杀害颜艾林的凶手 以强奸罪 杀人罪两项罪名判处徐辉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两级法院的判决都认定徐辉就是杀害 19岁女孩颜艾林的强奸杀人犯 但16年来徐辉一直坚持她是被冤枉的 前不久 法院确实改判了案件 认定她无罪 把徐辉释放了 那这起案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这间老屋是徐辉成长的地方 徐辉的父亲去世的早 兄弟姐妹四人都是老母亲一手拉扯大的 徐辉最小 最受疼爱 徐辉被抓时 老母亲还健在 老人家很难接受徐辉被认定杀人的这个结果 已经被送进监狱的徐辉 也拒绝接受强奸杀人这个结果 他每个月都要写信给家里 要家人替他申诉 各个徐庆说 16年间 徐辉总共给家里写了200多封信 徐辉的辩护律师侯颜涛 曾在法庭上替徐辉做无罪辩护 可是他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法庭采纳 在他看来 徐辉这个案件抛开是否受到刑讯逼供 仅从证据的完整性来说 已经是疑点重重 真相不明了 提取的所谓的这个花线上 发现有一根毛发 公安机关也很深重 把这根毛发呢 封城以后拿到北京公安部 做DNA鉴定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根电线 怀疑是徐辉勒死严暗邻的作案工具 为了印证警方要做同一性的认定 电线上有根头发 警方把头发送剪 结果头发既不是受害者阎爱玲的 也不是嫌疑人徐辉的 那么这一根花线能不能作为徐辉用于杀死 避害人的花线的工具呢 我开始不能认定的 无法确定的不仅是电线 徐辉供述说 他是先用砖头砸婚阎爱玲的 案发现场确实有不少砖头 可是警方并没有找到 砸婚阎爱玲的那块砖头 辩护律师认为两件作案工具都没有确定 这应当不是偶然 徐辉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一个整个的作案过程和现场是吻合的 你说任何案件不可能说百分百一 不可能百分之百吻合 我们不可能查明 就是技术 现在的形式技术发展到今天 我们也不可能把任何问题 案件当中的任何问题都查明 白色塑料袋在公安局里消失 导致这个编织袋确实丢失了 封口胶压缩板都没向法庭提供 我感觉很可怕 凌晨临接女孩的呼救未被重视 我们被夹的时候 他才试试一下 法院内部看法应分析 这个编织袋证据价值并不是太高 警犬秀出的凶手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警方认为两件作案工具没有落实 这不影响案件性质和整体认定 更不能否认徐晖就是凶手 但是徐晖的代理律师指出 徐晖案中有一些重要的物证 警方没有向法庭出示 而这些物证可能导致真相被掩盖 我感觉很可怕 甚至现在看来当时也觉得很荒唐 因为这个编织袋确实是能够决定 这案件的方向 甚至是决定被告人徐晖 是不是真凶 然而没有 据警方的现场勘察记录 警方曾经在凶案的第一现场 救出房里提取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上面有块四成八厘米的血迹 徐晖供述 这个是他垫在延安林的身下的 这是一件重要的物证 必须向法庭提供的 可是警方表示 我们的侦察人员 对这个事重视不够 对这个物证重视不够 加上责任性不强 导致这个编织袋确实丢失了 我认为这个编织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决定案件方向 到底是被害人是谁 被告人嫌疑人是谁 这么重要的一个证据没有了 辩护律师解释 白色塑料袋上 有块四成八厘米的血迹 警方应该对这块血迹进行鉴定 如果血迹是死者延安林的 那么徐晖的供述真是可信 如果不是延安林的 那么徐晖的有罪供述就有问题了 而警方没向法庭提供的证据 还不仅仅是这个白色塑料袋 在这份物证鉴定报告中 警方提到 他们在案发现场 还提取到了一块 沾有血迹的黄色的封口胶 和一块灰色的压缩板 辩护律师认为 如果封口胶压缩板被认定是作案工具 那么这又和徐晖的有罪供述存在矛盾 可这些物证警方都表示已经灭失 律师说他不知道是真的丢失了 还是对方在有意的隐瞒真相 如果说能在上面提取到痕迹物译 比如说能提取到血迹 并且能够做同意鉴定 并且能够做同意鉴定的话 这个编织带 这个证据价值确实很高 如果说提取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编织带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 珠海警方解释 他们曾经试图提取白色塑料袋上的血迹 进行鉴定但没有成功 即使白色塑料袋等物证没有丢失 也无法推翻徐晖有罪的事实 更谈不上真相被掩盖 这个编织带证据价值并不是太高 那么徐晖杀人案 是否存在真相被掩盖的情况呢 其实有一条线索没有被重视 在它的背后可能就是真相 这是小林镇的核心路 离发现延爱林尸体的水沟只有200米元 警方的调查笔录显示 案发当晚核心路上有四位居民 在凌晨一点到两点 听到了一个女孩喊救命 其中一位居民提到 那是一个本地女孩的声音 任何记录包括徐晖 多次的审讯当中 也没讲到她女孩大声哭啊 没有哭啊 位置相邻 时间接近 当地女孩喊救命 如果这个女孩就是死者延爱林 那么凶案现场 作案过程 手段都与徐晖的有罪供述 存在出入了 真相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其实对徐晖杀人案 法庭内部也是有质疑的 这是医生法院的何一婷评议笔录 其中有法官对作案工具未查明 作案时间未敲定 还有抛尸过程不合理等环节 表示了质疑 可是这些质疑并没有阻碍有罪判决的作出 只是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吧 事实不是我干 我相信会有缘重视 一定会看出问题的 所以这样我就抱着这个心 坚决审诉 二审判决生效后 徐晖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 三年后 2005年11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申诉 理由是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与线索 我们被夹的时候 他才14岁 所以对他的打击相当的大 徐晖出事时 女儿14岁 在小林镇中学读初二 小镇没有多大 再加上媒体的报道 全校的师生都知道他女儿的父亲是杀人犯了 各种非议让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几近崩溃 无奈家里把女儿转到了外地上学 服刑地点突然被换到了万里之外的新疆 期盼十年的老母亲黯然离世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看出了问题 研究认为 徐晖案的确实存在错误可能 16年的等待 终于看到了光明 警犬秀出的凶手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汪海燕教授 欢迎汪老师 主持人好 一审 二审 都被判是故意杀人 申诉也被驳回 这个案件发展到这儿 您怎么评价 从先有的证据来看 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还达不到对被告人定罪的这样一个证明标准 你觉得证据缺失在哪儿 在这个案件当中 应该说三份证据是最关键的 那么这三份证据 我认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点问题 尤其是第一份 警方根据警察的追踪这样一个经过和结果 找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刑事搜索法的规定 证据它有法定的表现形式 总共有八种 比如被告人的口供 证人证言 但是他就没有警察的识别结果 因为他的客观性无法得到验证 所以警察的识别的结果 它是存在问题的 这是第一份证据它存在问题 那么第二份证据就是被告人的口供 被告人虽然承认自己有罪 但是他在前面几次 他说我无罪 他做了无罪的辩解 到了第三天的头上 他说是我干的 我强奸杀人了 但是到了庆审上 他又翻供了 所以被告人的口供它是不稳定的 那么第三份证据 就是本案当中最关键 最直接的一个证据 就是被害人体内 他提取的经验 建立意见的这个结论是 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 徐某和他的男朋友周某的可能性 从逻辑上来看 它有两种可能 一个有可能是徐某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 他不是徐某 所以就是这样一份建立意见呢 他只能说徐某有嫌疑 而不能说徐某和这个被害人 有这种性关系 既然这三份最直接 最关键的证据都存在问题 按照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他应该做出一个证据不足 指控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申诉被驳回之后 徐辉并没有放弃 他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 徐辉的申诉在2007年1月份 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 受理徐辉案的是一名叫宋伟的检察官 宋伟检察官在看完徐辉的判决书以后 认为这起案件确实有问题 作为我们学习法律的人都非常清楚 警浅鉴别只能作为侦查时 为侦查犯罪提供线索和方向 所以我看到以后 为什么一份生效判决裁定里面 会采进一份警浅鉴别书 让我觉得非常怀疑 宋伟检察官强调 警犬凭嗅觉做出的判断 并不科学和准确 而警方指证徐辉的另一证据 这份DNA的鉴定 宋伟检察官也认为有问题 这份证据材料 DNA鉴定在认定徐辉构成 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 这些证据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证据 但是它不具备排他性和唯一性 在这里那个不排除呢 就是说不能排除徐辉和周某的嫌疑 也就是说他不能肯定有徐辉或者周某的警犯 警犬做出的判断不准确 DNA的鉴定又不确定 再加上徐辉的有罪供述本身就疑点重重 宋伟检察官认为 梁审法庭指证徐辉有罪的证据并不充分 可能导致事实被掩盖 为此他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做了汇报 研究认为徐辉案确实存在错误可能 同意了我们的交办意见 并且明确要把徐辉案作为我们深处厅 重点督办案件跟踪督办 2007年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函给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要求对徐辉案进行复查 通过复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同样认为徐辉案存在疑点 2008年6月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出了检查意见书 要求启动徐辉案的重审程序 我对这个案子的意义充分的事情 平反是 我又说对于其他人又说 平反出去是起早的事 徐辉显然过于乐观了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检查意见书发出之后 案件并没有很快的进入重审程序 反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了 徐辉原来一直在广东省内的四汇监狱服刑 2008年9月 监狱方面要把他调换到万里之外的新疆魁藤监狱服刑 多年的申诉 刚刚见到了一丝曙光 突然要调换到万里外的新疆去服刑 有过猜测 有过抵触 但决定无法更改 坏消息还不止一个 就在这年的年底 望而归来的老母亲 在等待了十年之后离世了 没有等到再见到儿子的那一天 2011年7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终于对徐辉案做出了重审的裁定 2012年8月7日 朱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庭 新的法官认为 徐辉这个案件确实是有问题的 重审法官认为 原审法院采信的警犬追踪和气味识别 准确性不高 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 当年的这份DNA鉴定 在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做出精确度有限 当然这种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自询了相关专家 他就说呢 就是我们就是通俗的理解 他这种鉴定 这种统一性呢 可能比什么呢 概率高一点点呢 可能比血型鉴定 概率高一些 但是高不了多少 重审法官解释到 当年的这份DNA鉴定 只做了四个点位的比对 其准确程度 只相当于血型鉴定 比重的概率较低 现在的DNA鉴定 一般要比对16个点位 高的会比对20 30个点位 他DNA技术就是 讲究概率嘛 就是说 就是说你的位点越多 统一性越高 统一性越高 说他这个案件 关键是前提在哪里呢 他这个当时提取的位点少 现有当时的技术 当时技术提取位点少 客观证据无法确定 徐晖的有罪供述 又是矛盾重重 比如徐晖 只有强奸的故意 又怎么会提前准备 杀人的电线呢 漆黑的夜里 电线的颜色与花纹 又是如何看清的呢 还有死者脖子上的伤痕 与徐晖交代的 用电线勒成的 是存在明显冲突的 我肉眼看啊 他这个背后人的尸体啊 他这个颈部的那个 这个颈部的那种伤痕 是断断续续的 而且呢 就说这个 不仅是断断续续的 而且伤的这种宽度啊 也不一样 他就说 一般我们这个电线 如果磊的话 磊脖子的话 它形成的应该是一种 比较明显的 很细的那种伤痕 但它那个伤痕呢 就一看就是 不像电线 电线那个 赖的所致 另外 勒死死者 砸晕死者的作案工具 到底是什么 核心街上 那个喊救命的女孩是谁 再加上白色塑料袋 黄色封口胶 灰色压缩板等物证的失去 是不是有益的呢 案件的事实 到底是什么 无法查清 这个案件呢 确实我 其他案件确实 就是说 本人证据呢 我也反复地经过 研究 反复的这个斟酌 这案件确实很特殊 确实很特殊 就说呢 确实有啥呢 叫似是而非的感觉 高兴了 又是高兴了 这个时候 我还跟其他人说 可能会回去过8月15了 重审开庭 让徐辉又开始乐观了 但这次乐观显得 仍然太早 回家过中秋节的希望 又落空了 2012年8月7号 珠海中级人民法院 重审开庭后 一直没有判决结果 这一晃就过了一年多 时间就进入了2014年 在监狱里 徐辉无时无刻 不再惦记了妻女 她希望能够早日 与家人团聚 2014年1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 通过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次做出了检查建议书 要求尽快纠正徐辉案 2014年9月 重审法庭 终于做出了新的判决 本人认为 本案中的被告徐辉 有罪公诉 不稳定 且公诉的部分情节 不合情理 刻画性证据 尤其是抓用具 不能确定 鉴定意见 不具有排法性和同一性 中和本案的先有证据 尚未拿到 行书中中 确实充分 并排除合理怀疑的 证明要求 任命被告人 徐辉 主要人证据不充分 根据一罪徐步原则 和永利被告原则 应当宣告被告无罪 逮捕人 发现的被告徐辉 主要人证据不组 宣告被告人 无罪的 逮捕人成立 遗产 徐辉已经55岁了 16年的牢狱之灾 让他的身心 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现在他既不能 长时间地走路 也不能长时间地蹲坐 在申请国家赔偿的同时 他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够恢复公职 享受到退休的待遇 生活对徐辉来说 正在渐渐地走向平静 可对案件的另外一方 受害人 以爱玲的家人来说 失去亲人的伤痛 还没有抚平 质疑再次在心中生气 到底谁是凶手 谁又该为女儿的死负责呢 他们希望有一个答案 这个案件 我们不会放弃 经过了16年 最后法院认定徐辉无罪 判决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认定徐辉作案的证据不充分 根据一罪从无 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应当宣判 被告人徐辉无罪 它是一罪 它是有证据 只是不充分 所以在被害人家属的眼中 徐辉是所有可疑的人里边 最有可能是凶手的那一个 所以他们的这个情绪 好像也没有一个出口 这个案件当中 被害人确实值得同情 但是这个也是 司法实践当中 难以避免的一种情况 并不是说每一个刑事案件 都会查到水落石区的 像这种侦查技术比较发达的 英国 美国 德国 他们的破坏率 大概在40%左右 因为案件一旦发生了 它就成为一段历史 我们只能通过现有的 证据资料 证据材料 来拼促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有可能回复不了原来的历史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就形成了一个疑案 这是客观存在 2014年10月 党的18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制度改革 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 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这项改革有利于 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 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 实现案件裁判的实质公正 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 电视说法 也感谢汪老师参与我们 两个社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